今年是第11年由全家华人年会主办的 庆祝加拿大国庆的活动 今年是加拿大143年的国庆的周年 那么我们每一年都举行大规模的大型的庆祝活动 来表示我们华人跟其他加拿大的人民一样 我们热爱加拿大 我们在加拿大生活 我们在加拿大工作 我们是加拿大的一个社会的成年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我爱加拿大 加拿大是我家 每一年我们就几千人来参加 有新的社团的 有很多新的社团 很多新移民 还有很多老的移民 我们新老移民在一起 来共同庆祝我们的新的一个家园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华人在加拿大有1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先被铁路划工 曾经为了加拿大修建铁路 付出的牺牲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在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也要到游行的队伍经过 华人就是铁路划工的纪念碑 我们会有一个献花的仪式 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纪念 来缅怀他们对加拿大所付出的贡献 我们今天的华人继续为加拿大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庆祝加拿大这个国庆的时候 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新的国家的热爱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更多的华人 能够来积极参与加拿大的社会各个方面 那做一个真正的加拿大的人 O Canada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 True faith will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 Allow me to congratulate everybody at YTV And thank them for bringing me close to you on Canada Day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that's watching Canada Day festivities Happy Canada Day The best We're in the best country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for joining me And making thi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nk you 大游行鱼下午1点准时开始 超过两公里长的队伍 沿着King Street往东走 经过University 再到Dandas West 最后在中区华户最主要的街道 沿着Spanna大道游行到位于 罗渣市中心旁边的铁路滑工纪念碑前 举行纪念仪式 我们感觉今天的游行是非常热闹的 我们感觉今天的游行是非常热闹的 跟多伦多华联统会一起举办 庆祝加拿大国庆 祝我们加拿大生日快乐 祝我们加拿大国泰民 祝我们加拿大永远健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庆节当晚 全加拿大各个城市都在举行各种活动 庆祝第143周年国庆 其中最瞩目的便是一年一度的烟火表演 位于North York Center的Mail Last Man Square 在7月1日下午5点举办了国庆节庆祝活动 要知道这个活动去年因为罢工而停止 今年则继续举行 本年的现场除了有许多适合一家老少参与的活动外 还有参加2010年冬奥会的几位加拿大队员 将光临现场与大家见面 晚上10点15分 大家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烟花表演 烟火表演精彩连连 让所有市民都目不暇接 表演结束后 我们采访了一些华人市民 是庆祝一下 入乡随俗嘛 然而烟花还行嘛 挺兴奋 挺热闹 场面挺好 但是烟火有一点点让人失望 今年那个烟花和比往年不一样的是 今年放的又多 而且这个品种也多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正好是节日嘛 而且放几个地方是吧 对对 今年呢 而且这个地方也多是 今天我觉得是这几年看的最好的一次 祝福加拿大生日快乐 愿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永远和平繁荣 今天的大多故事就为你报道到这里 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